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那HDFS本身是源于谷歌的GFS Google File System 对吧,那我们不看这个英文版 我们这边有个中文版 大家可以看一下 Hadoop HDFS来自于谷歌的GFS系统 那我们在这地方大概阅读一下GFS的入门 那GFS是架构于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是一个可伸缩的 面向大规模数据的密集型应用 首先GFS它是用心的 这个廉价的普通硬件设备上 它有这个标红一下 好吧 那就是普通的 它也是一个可伸缩的 分布式文件系统 还有它有这个 溶灾 空难溶鱼 对吧 就是一种下单于高可用 高可靠性 对吧 那它首先架构于这种 它和这个传统的 分布式文件系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它也有这种负载的这种均衡 对吧 好 我们大概阅读一下 这个并不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看一下谷歌的论文写的 对于今后Hadoop HDFS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HDFS本身是源于这篇论文的 它可以部署在这个千台机器上 数千个硬盘 还有bytp的存储空间 他也当时对这个极群做了一些测试 那它的关键词就可靠性 这是一个亮点 还有可伸缩性 还有极群存储 就是说的分布式 因为谷歌的这个数据 它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的设计指数 肯定是考虑了很多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性能 对吧 还有可伸缩高可用 高可靠等等 还有负载均衡 出现这种当机或者是关机 还有一些其他事故 那可以从这种失效的过程中恢复 出现这种故障的时候 过去是没法恢复 但是还有加速度也是没有的 比如说应用的一些bug 对吧 还有操作性的bug 人工的一些操作失误 甚至硬盘内存 连接器 还有电源等等 网络等状况造成的 这些问题呢是非常糟糕的 对吧 还有还有对 所以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监控啊 还有错误的一个监测 还有这个灾难的恢复 最好可以自动的去做这些事情 国文件本身是非常大的 那一个普通的文件可能有几个G 那最终呢 可能也需要存储这种含量数据 那他就可能有这种数亿的文件 对吧 构成这种TB级的这种数据量 如果他当初的设计设计为这种KB 就是小文件这种存储的话 那肯定是不明智的 他的初衷呢 还是想想存储大量的数据 并且呢 他的那个设计中提到这个尾部追加数据 而不是传统上那种更新操作 对这种文件的这种随机写入 被允许的因为他前面提供这种尾部追加 一旦写完之后呢 只是对这个文件进行一个读 就是一次性写入多次读 还有他的整个这个操作呢 是连续的 连续的数据流 也就是说他写是有顺序 那还有对一些数据做了一些原子性的记录追加 对大集群拥有这个1000个节点 从初超过了这个300T 300T呢是非常巨大的 那数百个客户端呢 频繁的访问 并发方面是非常强大 他呢有一个快速的侦探 还有这种容易恢复 他呢对这种小文件也做了一些优化 他有这种 GFS呢提供了一些API 那Hadoop HDFS呢也是有这种API的接口 去用用户去增产查改数据 那这边API比如说这种创建啊 删除打开文件 读写文件等等都是有的 那这地方的数据的添加 那都是一个追加的过程 还有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那这地方也说到这个 有主节点 Master是一个单独的Master 他是运行的Linux机器手 还有就是将这个文件呢进行一个分割 这地方是相当于HDFS上的一个Blog块 还有这个副本的这个策略 就是设置三个副本 还有Master存储的也是原信息 里面包含这个名字空间 文件信息等等 还有这个Master和其他节点之间的一个通信 通过这种心跳 而且是有周期性的这种心跳 来来同步一些状态信息 还有通过一些接口 去调用数据 我们之间的这种交互 客户端和这个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还有本身呢 这种Master本身有这种瓶颈 就是为了分担这个Master本身的这个 读写 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说这个副本 副本这种策略 尽量的让他自己去做 并不交给这个Master去维护 他呢也引入了这种 检查点这种事件 那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交验 也将这个文件 合并的这种region里面 那这也是一种一致性 和并方处理的一种要求 在发生错误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的恢复 那他的这个文件结构呢 也是以这种竖形拓布 那还有就是这个副本策略 那就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个复制 Master呢 会补充这个原信息 然后在整个系统中 他知道某一个这个DataNode的数据 的一个副本 可以将他的信息拿出来 输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副本中 这样就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复制 这门他叫克隆 实际上就是复制 因为这是翻译的问题 还有这个机架 这个那他也实现了这种负载均衡 这样就是 将磁盘空间啊 进行一个等额的一个分配 比如说有些机器比较空 他就会去将数据填到一个新的 空的一个DataNode上 那每次查有的时候 Master呢就会去选择 将数据放到哪个DataNode上面去 当删除信息的时候呢 就可以将他们的原信息 也进行一个删除 DataNode和Master之间呢 是通过这种心跳的机制 发送信息 那Master本身呢也是可以 将一些垃圾进行回收 比如说你删除了一个副本 对吧 你将他的所有副本都会删除 而不是只删除一个副本 那他这地方呢 也有一个版本号的这种概念 比如说在HBase中呢 他有多个版本 比如说第一次的一号版本 二号版本 他都会保存起来 那过了过了一定的这个 这里面叫过期对吧 就是到一定的版本以后 比如你保存三个版本 那到第四次查五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把前一个版本 最最之前一个版本给覆盖的 那这就是一个过期的概念 由于翻译的这种不一样 所以他说的这种是过期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保留的时间 对吧 那还有这个高可运信 这是这也说到了 就是说能够在服务器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能够快速恢复 那这个地方的恢复 就是说一个数据的一个重新拷贝 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策略问题 快速恢复 那出现异常以后 比如说当机 重新将一个数据移到新的一个机器上 保证他的副本是完整的 那他的副本策略呢 这边也是以三个 发现数据损坏以后呢 就会克隆出本到新的节点上 当然这是一个完整的复制 他和哈豆普一样 应该说哈豆普跟谷歌的GFS一样 付本税13 这地方呢也有这就是一个荣誉的解决方案 并且对数据呢做了一个教验 那对这个数据的完整性 之前也是说了 他通过这种 检查这种方式 那他的通信呢也是通过这种RPC 远程过程调用来实现的 那他对数据呢是持续的这种监控 也是通过日志 那这地方呢是对这个 GFS进行了一个测试 这是一些数据指标 包括写入速度了 读取速度等等 HDFS呢也是模仿谷歌的GFS 他也是有这个原信息的存储 并且将这个原信息呢 将DataNode的数据存放映射关系 也存在原信息中 还有他一个有一个bym的概念 还有这种复本的位置 也是一种原信息 那这地方也说了一下 结束语就是说 谷歌的文件系统呢 是使用普通的这种硬件 支持大规模数据的处理 他是针对大规模数据处理的 所以哈德普的作者Dogger 卡廷看到这篇论文以后呢 因为他的natch 他就觉得特别适合于他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Hadoop 他的这个HDFS本身的这个特性 还有这个设计理念 完全是基于GFS 大家可以有时间认真读一下 这篇文章呢 对理解HDFS是非常有用的 还有这种复制的策略 融鱼 还有这种接口 采用这种追加的方式 还有失效的这种措施 还有这种在线自动修复机制 这一线呢都是透明的 还有重新建立副本通吐量 还有这种主节点这种设计 还有这种 相当于 Blog快设计的比较大一点 减少这个 原信息 那这里面再次 感谢谷歌 然后发表了这篇论文 才留了今天的Hadoop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认真读一下 我会将这篇论文发布在网上 供大家学习 谢谢大家